川普政府近来加强审视美国对华投资 忧心美国投资会进一步地助长中国的军事开发 除此之外 中国企业长期存在的财报不透明 也对投资人与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美国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10月就公布报告指出 在美国主要证券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 至少就有217家 其中包含了13家的中国国有企业 总市值达到2.2兆美元 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而美方终于要下手整治相关问题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美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誓言 要加大对美国投资中国公司的审查力度 警告道 对华投资既对投资者构成风险 而且这些资金也可能会资助中国的军事化 从而给美国本身构成直接威胁 克里夫兰与委员会副主席白加林表示 中国共产党的野心对美国利益的威胁正在不断上升 而中国正在寻找资本来解决经济结构上的问题 美国会委任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表明 来年将会密切地关注美国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 在投资中国方面的动向 表示这是在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之际的一个合理步骤 另外还要求扩大联邦贸易委员会监控国家补助的权限 以及将会以经济、安全以及人权为由 对中国企业实施的制裁扩大至这些企业的母公司实体 又建议要加强对台关系 呼吁国会要考虑借由立法 让美国驻台湾非官方代表 以总统提名参议院建议与同意的分方式来产生 以及要求收紧签证限制 以防止技术盗窃 同时呼吁对担心遭到迫害的香港居民 解除入境美国的种种阻碍 此外路透社引述美国会驻守周二表示 美众议院计划 周三晚间就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表决 该法案规定 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 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审计 将会被禁止在美国任何交易所上市 该法案目前获得了两党的普遍支持 如果通过 对于中国公司又将会是一大冲击 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布的一则推文 复途作为引爆点 中澳双方再次的隔空对马 澳洲总理莫里森 要求中国为了张天未造事实的图片盗窃 中方则是由官方带头 连同官媒其身攻击澳洲 环球时报在12月1号发布社评 指着澳洲作为美国一只战犬 最好克制为虎作娼的嚣张 澳洲外交贸易部秘书长打电话给中国驻澳大使表达不满 遭到中国大使坚决拒绝其无理指责 还说澳洲现在拥有一个粗鲁狂妄的政府 同时拥有一批显然缺乏自知之明的政治和舆论精英 要澳洲的军舰别来中国近海逞能 否则早晚要吃亏 除此之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号形容 澳洲的抗议是倒打一耙 胡搅蛮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记者会上表示 澳方指责中国散布未造照片 但是绘制插画和未造照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澳洲士兵在阿富汗做的事比插画残忍多了 而澳洲总理莫里森则是相对放缓态度 表示澳洲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价值观 同时努力保持与中国的工作关系 并表示工作的重点是建立对话 使双方能够稳定地解决政府间的问题 相对于澳洲放软的态度 中国方面却是毫不留情地大肆攻击 而本次事端被澳洲方面指控为未造化的 中国战狼画手乌合麒麟 12月1号再度发出新作品 叫做志莫里森 直接点名要求中方道歉三文的澳洲总理莫里森 画作中显示了一名身穿红衣 戴着红帽子的青年男子 在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作画 画布上的图案疑似鲜血 一大群媒体记者对着他拍照 后方还有一名长相激势莫里森的男子 蹲在地上 用手指着他 此前乌合麒麟就声称 要莫里森好好地面对现实 现在是再次张贴了 挑起中澳两国敏感关系的新作品 此外澳洲有政党领导人呼吁 递制中国生产的耶诞节商品 环石总编辑胡锡进更发文讥讽 连纸老虎都说不上 只能够称为纸猫式的狂妄 胡锡进更称 从澳洲的经济总体量来看 又是对华贸易顺差国 他们竟然就敢狂妄抵制中国货 应该给他们评一个世界罪恶将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1月30号 主持中共政治局会议 审议军队政治工作条例 重申党的领导 并且要求聚焦 具力备战打仗 这是中央层级 在不足一个月之内 第三度的提及备战打仗 当前国际情势严峻 中国与多国交恶 中美贸易战未解 中印边境冲突持续 中澳之间的对立矛盾进一步激化 除此之外 还存在台海与南海冲突 以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议 种种情势之下 其实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北京当局会在一个月之内三度提及了要备战打仗 习近平11月25号 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表示道 当前中国安全环境发生新变化 要坚持聚焦备战打仗 而11月13号新华社报道 经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作战钢鱼岛实行 同月7号起实行 钢鱼强调从制度层面回答 未来打什么仗 怎么打仗的重大问题 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接着就是11月30号的习近平备战发言 另外一个方面 周一的政治局会议也谈及了统战工作 但是中国内部现在却存在兵源短缺的问题 杨广报道 中国近来不断传出年轻人逃避兵役的新闻 可见2020推行的新制度两争两退仍然是效果有限 随着习近平执掌中共政权 透过军事改革在军委管送 战区主战军种主舰的原则之下 大力地清除军中腐败风气 两次征兵研判其主要原因应该是基层兵源部族 即待征补 以至于发展出新的征兵制度 借以弥补军改之后所带来的兵力流失 然而两争两退改革除了避免战斗力水准的大规模波动 部队战斗力建设的形成和消退有其自身的规律 而部队是最讲究韩队合作的地方 新兵入伍需要学习专业技术 才能够融入作战体系 实行两次征兵制度之后 也意味着人少是多的矛盾将会更加浮出台面 除此之外 现在中国军事冲突危机不断增加 习近平也无法明确地指出 现在究竟要打什么仗 另外在多年一胎化政策之下 年轻人以及其家庭 是否又愿意让他们上战场 又是一大难题 失出无名的情况之下 中国民众恐怕也不会力挺北京当局的征兵要求 中国近日来不断出现小规模的本土病例 12月1号 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 中国一共报告新增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境外移入病例有7例 分别是广东3例 上海1例 福建1例 河南1例 陕西1例 另外出现两例本土病例都在内蒙古 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新增一例上海通报的境外移入疑似病例 内蒙古卫健委通报 内蒙古卫健委通报 1日上午7点至2日同一时间 内蒙古满洲里市新增了两例本土确诊病例 其中一例是无症状感染者确诊 另外一例是密切的接触者 截至2日上午7点 内蒙古现有本土确诊20例 疑似病例2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 目前已经排查了1062名 且密切接触者 另外新发现的两例本土病例 所在地内蒙古满洲里 根据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 关于科学划分 精准管控等等工作要求 和满洲里市疫情形式 决定将满洲里市东山街道办事处 划定为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区 并且实施相对应的管控措施 而根据中国央视报道 满洲里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结束 经综合研判 为了进一步排查风险 坚决阻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防线 满洲里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决定 自2020年12月3号8点开始 展开第三轮的全员核酸检测 中共政治局昨日召开会议 决议了高层人士调动 新岛日报综合新华社报导指出 会议决定由四川省长引力 将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海南省长沈小明将升任省委书记 甘肃省长唐仁健将担任 农业农村部部长 新任福建与海南省委书记的 都是医学专业出生 是31个省级党政一把手中少有的医学博士 原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 海南省委书记刘次贵 则是都已经年满65岁正部级退休年龄 现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韩长富则是已经66岁 此前盛传该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骏将接任部长 但是韩骏稍早前出任了吉林省长 今次决定由甘肃省长唐仁健担任农业农村部部长 而伴随引力沈小明履新 全国省级党委书记60后 也就是出生于1960年代的成员增加到8人 其他60后的省委书记 分别是辽宁的张国清 浙江的袁家军 陕西的刘国中 黑龙江的张庆伟 吉林的景俊海 以及重庆的陈敏尔 新大日报认为 最近三个月 中国展开了四轮的高层人事调整 这是中共党政系统的中间幻界 也是为了中共二十大的布局 而根据分析 福建省现在已经成为中共政治高地 过去的省委书记中 孙春兰在中共十八大进入政治局 尤权在十九大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于伟国则因为年龄问题成为过渡人物 文章认为 福建近年成为中共高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过去也曾经在福建任职十余年 1985至2002年之间 他从厦门副市长官 至福建省委副书记兼省长 除了一些本土干部高升 还有不少具有潜力的高级干部空降赌金 引力此时空降福建 显然也是领袖清典 在中共二十大将集聚有竞争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说明你都会看着